陈大使、经济部工业局陈副局长 各位产观学界与会嘉宾和媒体朋友 大家好,大家早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受邀出席 2021数位转型国际论坛 这几年随着AI、5G、物联网等数位科技的快速成熟运用 数位生活与数位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主流发展趋势 所有产业都会因为数位科技面临转型的需求 全球各国为因应这个大趋势 已经将数位转型列为提升国家竞争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工作 这个数位转型的大趋势 更因为去年全球COVID-19的疫情 大幅加速转型的速度与面向 在这个关键时刻 如何运用数位科技来解决问题 创造价值 是台湾产业面对后裔时代全球竞争相当关键的议题 面对这数位转型的大趋势 行政院四年多前就推出 数位国家创新经济方案 为台湾的数位转型打下基础 去年科技汇报办公室更进一步跨部会推动 云世代数位转型主走计划 规划以五年期程 111亿元协助我国最具活力与任性的中小微企业 加速产业的数位转型 DAO去年发布数位转型指数调查显示 因疫情影响 全球有高达八成企业加速推动数位转型计划 同时79%的企业重新剥划其商业的模式 面对着全球数位转型的需求 今天举办的数位转型国际论坛 更显得重要且及时 今天不但邀请到国内推动数位转型 成效着助的企业进行经验的分享 也特别邀请到洛杉矿理学院 及德国工业4.0大厂西门子等重要外宾 分享企业数位转型的策略 以及改变制造和能源格局的数位技术 此外 产业工协会与学者专家也加入座谈 期望在经济部工业局及DTA的努力下 能加速整合台湾科技产业与勋创能量 引领台湾的数位转型 在未来 不只是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好伙伴 更是全球推动数位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面对这关键的时刻 政府团队一定会持续关注疫情 与国际趋势对产业数位转型的影响 滚动时调整辅导措施 吸走产业企业一起转型成长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贵宾出席今天的论坛 预祝今天的论坛圆满成功 在这个疫情艰困的时刻 请大家要多保重健康 一起朝向数位转型成功之路 迈进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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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